我們發覺資料庫的欄位不夠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調整欄位在欄位之間 日期右邊的位置Double Cade就可以了 這樣欄位就清楚可以看到 一個資料庫打到差不多 有些輸入困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表單幫忙 表單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按建立 可以選擇表單精靈 又可以選擇表單 表單精靈比較簡單 我們按表單精靈 這個表單精靈問你 我們可以選擇多少 如果單行選擇 按這個對決的戰略 這個雙重的戰略 我們全部選擇 按這個 全部選擇過去 然後按下一步 下一步 可以選擇書力訂單 或者改改另一個名字 想不想修改 如果做完之後要修改 你便可以修改表單設計 如果不需要的 就開啟表單內檢視 收入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這麼簡單的表單 就這樣做出來了 我們又設計下 第二個模式 我們去其他表單 用一個空白的資料表單 空白表單是怎樣 我們首先就是 顯示所有資料 我們可以自己擺過來的 我們首先就是 把訂單最後擺放 客戶 還有 書籍 然後上高版 單價 數量 是否付款 地主 這些是一種 這個就組成一個 並排的表單 要在这里的栏位置 栏位置设定可以选取 然后排列 排列可以选择宽 距离较阔 距离较阔 避注不出来 我们就在这里拉下 让避注不出来 这个表单大概都可以做 这个资料第39第一笔 最后一笔就是第39笔 最后一笔就是空 再下一笔 可以自己打 可以自己打进去 我们试试根据这四份资料表 建立一个布表 首先我们就是建立 我们初不懂就用布表精英帮手 布表精英帮手 布表精英帮手 开始的对话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就选择 第一项就是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 选择的时候 就是按一个过去 我们不是全部 只是按一个过去 顺序... 订单那里就选择日期 选择选择选择一些 再選擇單架 順次序有五個 排列得好 下一步 就可以了 之後 因為初級 所以不想做太多 下一步 避增形式 我們不用動 宅要選項 我們看看有什麼 原來有 總計 我們都要總計 我們哪個總計 當然是數量的總計 分析數量 確定了 按了之後就下一步 基本上是你覺得設計對的 下一步 預覽報表 我們預覽了再改 我們就完成了 完成 預覽就是這樣的 這樣我們好像 有些東西不需要愛 這些不需要愛 詳細記錄的不需要愛 然後再編輯一下 我們在設計 按設計 按設計 然後 原來這裡有些東西 我們還是用總數加總 上高這些訂單最好 那些 我們可以刪除了 這個 這個 刪除了 還有 總計 有一個 框框 我再給你看看 檢視一下 這個框框的總計 我不喜歡這個框 我們很想在總計 上高 加一條線 我們又去檢視 設計檢視 這裡沒有線 我們在這些地方 在這些地方 在外框 在外框 外框 圖框 我們不要圖框 我們 不如白色 白色就看不到圖框 如果透明 不知道是否在這裡 按照線 試一下總計 上去畫 就可以了 可以了 先畫一條線 然後 再去畫 設計 可以按 白書有結 檢視設計 白書有結 檢視設計 白書有結 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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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到了 有線 總計 比較清楚 比較清楚 我們剛才 只做了總計 沒有做到其他框 所以其他框 也有框 如果想做完 我們也可以 可以 設計 設計 不如我們試試用白色來做 框框 選擇白色 看不到 圖框 所有圖框 都選擇白色 看不到 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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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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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这个报表 如果你想改客户采购订单 就在这里改 又在设计 设计 在客户采购订单 选择订单 完成了 按检视 按设计 这个就是 客户采购订单 完成了 如果想把这份报表 处存为PDF 就要 檔案名叫客户 按回客户 客户 滑鼠右掂 汇出 汇出 汇出什么档都可以 PDF XPS 或者这里很多档案都可以汇出 汇出 汇出